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4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专 今天咱们要聊一个非常重磅的 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 新一轮的生活成本上涨大潮 水电燃气纷纷上涨 而且已经不可逆 为什么 因为根据中国专家的说法说 我们国家的这些水电燃气 处于世界低位水平 跟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至少有两三倍的差距 那也就是说 这帮官员未来很可能 把中国老百姓的水电燃气 在现在基础上给您翻个两三倍 那有多少家庭能遭得住这么用啊 而且一旦水电燃气涨价之后 不光是您的家里的水电燃气 您出去吃饭买东西 所有的商品 只要生产的时候需要用的东西 都可能因为这个涨价而涨价 您的生活成本实际上增加的 不是您家里的水电燃气那点 而是整个社会平摊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您的实际成本 可能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 甚至十倍都有可能 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分析一下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在眼下这个消费如此艰难的时刻 还要涨价 这是疯了吗 它里边有它自己内在的内涵逻辑 好 那怎么回事呢 空口无凭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涨价的确据 根据我手里资料显示 上海 先说上海 上海时隔了十年 再次上调水的价格 那么它是按阶梯涨的 最高的阶梯涨价高达50% 与此同时 广州也同步发布了水价的改革方案 新方案供水价格 这个涨价幅度接近34% 至于什么吴湖啊 南冲啊 赣州啊 咸阳等等等地 也是陆陆续续上调用水价格 区间在10%到50%不等 这水费是涨了 然后呢 水电燃气 咱们来看看电啊 电费的话 湖南 安徽 江苏 广东 等多个省份 也是公布了电价调整方案 开始执行新一轮省级电网 输配电价 最高涨幅高达30% 水电燃气 然后说燃气 燃气我就不用说了吧 这两天闹得最凶的就是燃气 就是重庆偷燃气的 结果引发南方什么 这个苏州是吧 等等好几个地方 发现自己家里的表都不正常 很多人怀疑说 政府是不是在这个表里边 装了新表了吗 安了小电机了 偷我们的这个燃气线 一下翻着背的涨 这太过分了 所以先不说燃气事 等会我们会详细说 但是你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 水电燃气 这涨幅 在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上 可谓是雪上加霜 而他们关键是涨价 还有自己一套神逻辑 什么逻辑呢 就是中国目前进入了一定程度的通缩 这咱们之前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那通缩老百姓都不消费 消费上不去 CPI不行怎么办呢 你架不住中国的人民有智慧 或者中国的官老爷有智慧 他们采用一种方法 你不能饿死吧 你总得吃饭吧 你总得烧水用电吧 好 我们把这三样涨上去 把你的生活成本涨上去 你不消费 我逼着你消费 不是诱惑你了 而是你只要会喘气 你就要吃喝拉撒 你就得用水电燃气 这样把中国的消费 所谓的消费拉上去 这可谓是真的是什么 给死人上花轿 那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后说到这儿 咱就不得不提 最近闹得最火 这个重庆燃气事件了 我之前没有报 是因为我更加关注 跟国际局势相关的议题 所以我把它暂时搁置了 眼下我们拿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本 和观察的窗口 为什么 是因为这里边的操作 可以解释咱们刚才的问题 就是中国政府想干嘛 为什么要迎来 新一波的大涨价 首先我们说 咱看这个图片 你接受得了你家的燃气 二月份四百多 三月份九百多 到了四月份六千多 当然这可能是比较个例的 但普遍我看了一圈网上 网民没晒出来的消息 都是反映说自己家的燃气表 涨了两倍到三倍 好嘛 这一下跟国际接轨了 别地没接轨 我们燃气先接轨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闹得沸沸烟 现在官方 大家就已经看到了 是吧 撑不住了 除了说有问题 要查什么什么 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就怀疑说 这里边安了小电机了 是吧 跟那个北京出租车一样 里边 以前我们北京出租车 里边有那个小电机 小马达 你开了 实际上给你拉了一公里 实际上它给你算上 这个八公里的钱等等 类似于这种玩法 很多人怀疑 那这个我还专门进行了求证 大家看这个图片 看这个视频 这还真不是说 在里边安小电机 这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逻辑 就是这一次的重庆燃气事件 背后肯定有黑手 肯定通过一种 我们所不知道的 不能确定的方式 而且不好查验的方式 在偷百姓的钱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关键是很多百姓 他想不通怎么偷的 很多人就看这个图片里边 你看到这个电表 转的飞快 看起来确实像里边安了小马达 但是你要清楚 燃气公司 它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OK 如果一个燃气公司 有一家用户豁出去了 把总闸一关 把这电表 燃气气表拆下来 打开检查 铁证如山 你这里边有小电机 重庆吃不了兜着走 燃气公司也不行 当地 因为当地市政府 是要符合监管 这是有责任的 当地市政府也吃不消 所以当局不会采用这么幼稚的方法 而我们仔细看这个拆解的结构 这是网上的这个 我找到的拆解 这种电表的 是不是 燃气表的视频 我就不说是哪家了 免得给人惹麻烦 因为人家在墙内 是吧 人家只是做一个正常的拆解 不是为了这事 以前就拆的 那么我们只是借掉这个视频 和这个图像来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 分几个部分 简断结说吧 我一个文科生 给它概括起来 就是它是里边是一个 像一个活塞那么一个东西 是活的 是个膜 气体进去之后 把这个膜撑起来 它鼓起来 就比如往左偏 或往右偏 这个时候上面连这个轴 这个轴就带动它 左右的 这叫什么 叫活塞运动 变成了 这个有一个轮吧 就变成了这个旋转运动 这个旋转运动 带动一个小齿轮 就看这图片上这个 带动 你看它转的时候 带动这个齿轮 到前面表箱上 那个计表器上 有这么一个齿轮 带着这个表就走 所以只要气在里边进出 它就走 那么这个杠杆来回动 杠杆来回动 这个表就走 理论上这个设计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这个是为什么很多地方换新表呢 是因为你看下一个图片 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芯片 和有一个中国移动的 这么一个芯片 还有这么一个叫什么 小电机 这是真有电机啊 但是这个电机 你看到它跟那个燃气表的电机 这个齿轮是不连着的 这个电机是用来控制 一个移动的活塞 这个是远程遥控的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你长期欠费 就直接把这个远程遥控 咔哒 把这气道给你堵上 你这表就不走气了 是这么个意思 等于是只能做到远程的开启和关闭 而不能做到远程的调表 你别觉得我给它这燃气空间洗地 不是这意思 但是你仔细想想 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那这两天网上传出了很多视频 你看到正常的 比如我专门就看了一些 我们家的燃气灶 美国的燃气灶打开之后 那火苗子蓝蛙蛙的 看不见红 而中国的网友 你看到中国的很多最近重庆那边的网友做饭 红红的火苗子 那什么情况下会有红火苗子呢 农村烧这个节杆啊 烧这个木柴啊 做饭的时候烧的土灶火是红的 火焰的颜色代表了它的温度 也就是说温度越高 那你做饭单位时候 那叫什么叫热值是吧 反正就是你做饭快 用的气就相对少 那么蓝色的火苗子 它的表面温度大概是5000到6000度左右 而红色的火苗子 或者说黄色的火苗子 它的温度大概就是3000到4000度 火焰表面温度 所以这一下子的话就基本差出一半去 那可不过你用气用的多吗 所以首先第一点 我们知道肯定是燃气公司 往这里边掺了甲了 烧的燃气里边根本不完全是这个天然气 它掺了其他的气体 至于是惰性气体啊 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反正不能掺空气啊 纯空气里边有那个氧气会爆炸的 他们自己也不想惹麻烦 所以肯定不会是空气或者是纯氧 它应该是掺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个我一个文科生 我就只能说到这了 OK 我也没有说专门的秘书去给你去 理科生去给你找去 我所理解的就给大家说到这了 好吗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掺了东西以后 你想象一下 这帮燃气公司能玩出什么话 因为毕竟我们通过视频看到 那个燃气表是在走的 我这边家里没用火 它这边自己在走 你怎么解释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咱们还看着这个气表里边的结构 虽然说只要是这个气通过 是吧 它就可以左右挪移 带动这个机械结构的这个齿轮运转 那我们想象 如果我们增加密度呢 增加压力呢 我压力一会增大 一会降低 是不是一样可以带动这个箱体 这个膜来回左右运动 你告诉我 理科生的朋友你可以告诉我 我的文科生没分析错是吧 既然你增大压力减轻压力 可以带动这个 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技术的难题 但是只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家的表随着公司在你小区里边燃气的密度和压力的加大或减少 它就可以完成你的家里没用气 但是你的气表在走的这么一个神奇的操作 这种玩法你知道前两天看的这个是黑龙江还哪 东北的有一个加油站 也是加油站这个人说说了 你这油加的我油箱就很 根本加不出你这么多油去 结果这质疑说要报警 这边加油站一听说报警好吗 这边市主拿视频拍着的这几个加油站 打开这个加油器 加油枪那个机器里边进行一些调整 你猜它调整什么 跟这个燃气是一样的 它应该是有那么一个特殊的结构 在这个表之外 因为表是公众关注的事情 所以可能会拿走别人去验证 他不敢动手脚 但是管线 中国的普通群众老百姓懂吗 不懂 管线里边的东西 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 99%的人都是不懂的 那在这管线里边 他加一些回管 是不是 加一些什么加压的管 你谁知道啊 所以真正要命的不是那个表 就像那个加油站那个表不是呢 表都是统一的 表都是正常的 但是背后的猫力 在这个系统上 你们只有找到这个问题 才能真正的把这些燃气公司盯在吃入住上 当然前提是中国政府舍得出去 因为什么 那都是他底下的人 都是他的孩子 你看后来不是出了一个事吗 一个苏州的事情 一个苏州的女士 也说自己家有事 结果光速的认怂了 我错了 我错了 这中间他发生什么呀 没有你想象的什么言行口打 没有 中国有个部门只干了一件事情 先派了几个人五大三粗的到他家里边 给他把这燃气表换了 给他解释 就说了一套什么 我们这是正常的 就是骗鬼的屁话 然后走了 他就挺好 然后警察上门了 说你这个是不是被骗了 来来来 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 把家里边老公是谁呀 马上在哪儿都登记完了 警察也走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 老公来电话 老公单位来电话 把你发的帖子给我删了 你不删 你的信息我们这都有 我闷死你们 你软肋 天同院那套就来了 搁一黑地儿 他软肋 是他儿子 弄一帮软肋 所以人家女士只能认怂 我错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不要采访我 我没有这样 为什么呀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坏逼在洗地 说这都是燃气公司指使的 燃气公司在施压 放你娘的屁 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听着这个消息 也可能是有些组织 就是系统传的这个话术 但你要清楚一点 在中国燃气公司 央视都姓党 燃气公司也姓党 跟我读 所有企业都姓党 拥护党中央 让党放心 对不对 他们都是这么一套玩的 所以你告诉我 是谁在上来给这些人 燃气公司要能 要能 牛到这份上 燃气公司第一件事情 就把这表给K了 以后我说你们家 是吧 用多少气 你就用多少气 你不许查 对不对 燃气公司没那么大的本事 所以后续对女士和她的家人施压 是当地政府的作用 所谓的消除不良影响 唱好中国故事 是这么一套逻辑 所以咱们解释清楚 为什么花这么多笔墨 详细给你解释这次的燃气 我们就看得出来 它并不是一个公司在里边 安小齿轮 使坏 而是由政府在背后推动的 让燃气公司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问了没问题了 燃气水电为什么要涨啊 那很简单 因为中国的土地财政 彻底的玩不下去了 老观众记得 我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 我全年都在强调这个概念 我说2024年 中国的土地财政玩不下去之后 他们一定会对老百姓的生活 必要物资进行涨价 因为有减入收 一游收入减难 他们每个月的开支 你让他们吃汤宴菜 还管人民 他们绝对不干的 他们就是吃肉的 去吃香的喝辣的 所以他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 而且还要满足他们海外的需求 对吧 他们是很多的利益都在海外 所以这些钱 他们的这些情妇 一些是吧 会所得磨 那我今年 老公我今年 或者我今年都没有买LV的包 那没有LV的 现在勒紧裤袋过日子 那怎么也得给弄个 弄个其他的牌子吧 差一点的 你总不能弄个搬离度吧 那太丢人了 所以类似的情况 怎么样 果然应验了吧 土地财政玩不下去之后 倒霉的就是水电燃气这些刚需 下一步可能一些什么加入什么 一揽的菜兰的计划等等 如果这个玩儿还在运行的话 这些东西可能还会维持一个表面形象 不敢涨 但其他的生活成本一定会让你涨上去 而很多租房的用户 房东也会给你们继续涨房租 这都是有可能的 关键看于你这个地方 他能不能赶走你之后 他能找下间 只要他能找到下间 他就敢找房租 中国将会迎来全面的生活成本的上升 这不是我在开玩笑 之前我说的时候好多人还不信 说我就黑中国 不盼中国好 现在怎么样 你别急 未来还会涨 没说吗 两到三倍 这些钱羊毛出在羊身上 观众朋友们 我再次强调 您仔细想想 房价 土地卖地的这个价钱和燃气水电涨价的原理是一样的 虽然是不是一个东西 都是把你本来该得的该有东西把它阉割掉 然后让你花钱去买它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本质上很多国家都是这么玩的 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部分 只不过是别的国家做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福利 会有一些回馈 而中国就纯粹的索取 而没有任何的回馈 仅此而已 它都是把你的刚需夺走一部分 然后作为奖赏 让你花钱再把它买回去 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对吧 如果没有国家这些机构 中石油 中海油 什么烂烂八糟 这些单位 他们每年亏损 中石油 中石化 年年亏损 自己老总员工赚的补满盆满的 怎么做到的 如果不是国企 你让民众去经营 中国油价可能得对半腰斩 完了以后老百姓 这个企业还能运转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把蛀虫挪走了 蛀虫说 我就弄死你 这是绝对不让干 也不会干的事情 所以总而言之 虽然总之眼下中国的经济将会在通胀和通缩之间 你会看到一个左右的横跳 而且如果经济进一步下行 那么物价飞胀的效果你会看得更加的明显 如果未来中国的外部困难也没有办法进一步的缓解的话 就像很多网上传言的说 说美国要停掉中国一些银行的支付系统 SWIFT的支付系统等等 制裁加剧的话 到那个时候 你有钱 你都买不到物资 那是另一个可怕的景象 好了 今天话题咱们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眼下局面就是这么个局面 你说问我怎么解决 没办法解决 这个疫情封城还不一样 封城的时候还会打开 你囤点粮食能解决 现在你在这口锅里面 人家现在点着火了 马上就把锅盖子盖上了 这锅盖子彻底盖上之后 锅中这个红蟹 或者锅中这个大闸蟹 它就会披大红 整个就被煮熟了 你跑不掉 盖子盖上了 出不去了 润不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 好吧 所以今天话题咱们就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节目有什么关系 欢迎订阅留言 如果喜欢这多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打开旁边小铃铛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